大家好,欢迎回到剧探先生频道,我依然是师妹 今天师妹要给大家讲的是 以前的我你爱离不离,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的故事 丑女大翻身 阿花是一个身高1米69,体重95公斤的普通女孩 没听错,是95公斤,不是95斤 爱情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阿花也不例外 可苏米先生一看阿花的脸和身材 在和他带来的男生照片一对比 故事都懒得编,直接告诉他没有机会 在阿花的苦苦哀求下,算命先生给他写了一张符 让他将符纸拿给照片上的男生 然后每天都戴在身上,说不定的男生哪天就爱上他了 你说吧,这算命先生也是好心 万万没想到,阿花在鞠躬道谢的时候 打翻了桌上的东西,这可差点没把他气死 回到家后,阿花开始了他的工作 他的这份工作比较特殊 是靠电话连线和电话那头的男人调情 恋爱,摸摸啪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乔洛丽吗 你这个头箱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放了一个上去 我不能露脸,我要过十万订阅才能露 然后到时候,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 阿花就和他差不多 我们看到的他是整天小哥哥小哥哥网恋了我罗丽因的那种女孩 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大妈 这样想想是不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呢 悄悄说一句,师妹绝对没有不尊重大妈的意思 别骂我呀 在阿花眼里,这份工作不用露脸,还不用出门 只需要动动嘴就有大笔的收入 喝乐而不为呢 其实,这份看起来不太正经的工作 只是阿花闲暇时间的一份兼职 她真正的职业是一名歌手 只是这个歌手和我们理解的歌手不太一样 她主要是负责帮一个叫娜娜的人假唱 也就是说,娜娜在观众面前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对口型 而阿花呢,则是在后台替她唱歌 阿花天类般的嗓子给娜娜吸引了无数粉丝 可娜娜却对这个给自己带来无数好处的女人一点也不友好 经常嘲笑她的身材和长相 每当这个时候,只需要某个男人的一个拥抱 阿花受过的所有委屈,都可以被她憋回肚子里 这个男人名叫铁牛 她是阿花的暗恋对象 也是算命那天,照片上映着的那位 阿花本就暗恋着铁牛 铁牛这一抱一撩,很难不让她多想啊 少女怀春时的模样,应该就是阿花现在的样子吧 每当这个时候,阿花的闺蜜玉莲总是能一语中递 让她从梦里醒来 世界上的女人分为三种,极品,真品 你就是那被抢着退货的惨次品 要说阿花已经不小了,恋爱已谈过 怎么还会如此单纯呢 那还得怪她的初恋男友了 阿花的初恋男友是一个卖减肥药的骗子 骗完阿花的钱后,她立马转身和阿花提了分手 天天的恋爱还没谈够,就已经结束了 阿花自然是难受的 从那天起,阿花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减肥 结果,狗屁初恋男友的减肥药直接吃得她进医院了 这个打击让她明白过来 自己还是别想什么减肥的事情了 乖乖唱歌才是王道 铁牛生日的前一天 她收到了一条铁牛系过来的裙子 穿上的那一颗 嗯,还挺好看的 算了,我重说 姑娘,您还是换一条裙子吧 一定比这好看 该死,阿花没有听诚 依旧穿着那条红裙去到了生日会上 别以为外面套了个外套 我就看不出你里面穿的是啥了 这么热的地方穿两件的后果 还不是要脱掉 众人看着阿花 不由张大了嘴 这... 这时候,娜娜也来到了生日会上 巧的是,她身上穿着的也是这条红裙 但不巧的是 阿花身上那条裙子 正是娜娜为了羞辱她 以铁牛的名义寄给她的 撞衫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啊这个 两人同框的画面 坚定了是没有减肥的心 只是中场休息的这一小段时间里 铁牛和娜娜竟然背地里说起了阿花的坏话 别看铁牛对阿花挺热情的 其实她比谁都坏 对阿花也只是因为她有利用价值罢了 正常男人 谁会看上阿花那样的女人呢 不巧 两人的对话全部被身后隔间里的阿花给听了去 所以会什么编剧 总是喜欢让人在厕所里讲坏话 又让他们被发现了 铁牛的话将阿花的心伤得那叫一个惨的呀 经常恍惚的阿花回到家中 用胶带将所有的地方都给封了起来 一般将家里封起来的人 都是准备开煤气自杀的 阿花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将她及时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是一通电话 打来这通电话的人 是她摸摸啪电话的一个老顾客 这个男人是首尔一家整形医院的医生 灵光一闪 阿花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想法 撇开全身手术的难度不说 贷款做手术是想怎样了 人家是要挣钱的医生诶 又不是慈善家 那没办法了 阿花只好拿出钱一晚刚录好的 她和整容医生的电话摸摸啪过程用来威胁 都追养威胁了 整容医生哪里还敢不答应阿花的要求 她巴不得阿花赶紧做完手术 消失在自己面前 抽脂 整容 能让阿花变美的 他们全部尝试了一遍 很快 一年过去了 阿花已经从一个肥美的姑娘 摇身一变 成了前秃后翘的小姐姐 脸上的纱布摘下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可能是他们工作以来 做过的最成功的手术了吧 阿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镜子里这个完美的女人 真的是自己吗 是的 就是你 别怀疑了 赶紧去报复他们吧 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完毕的阿花 躲过医生护士 悄悄换上护士的衣服 离开了医院 看着橱窗里挂着的那条裙子 阿花心动不已 这可是自己还在胖妞时期 就已经看中的裙子呀 现在外貌完美 身材完美 要是不把这条裙子买下来的话 那还是人嘛 有了裙子的加乘 阿花简直无敌 不管是追尾还是堵车 一看这张脸 那啥气也没有了 并着公事公办的道理 警察将和驾照上 插了十万八千里的阿花 带回了警局 如果有熟人可以证明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离开警局 阿花的朋友只有玉莲 靠着身上的同款纹身 玉莲终于相信 眼前这个人就是阿花 玉莲给阿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自从一年前阿花消失后 娜娜没了替身 已经一年没有出过新传辑了 最近铁牛他们正为了 给娜娜找替身的事情发愁 或许阿花去面试的话 可以再次成为娜娜的替身 几天后 阿花果然去到了面试现场 她一开口 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 铁牛盯着阿花的脸看了许久 总觉着有些眼熟 就她那双和瞎了没啥样的眼睛 当然不会认为 眼前这个女人 会是以前肥美的阿花 就在前一天 男人刚在商场停下车库 见过一面 认出来也不奇怪 就是吧 这铁牛有些过分自恋了些 她竟然觉着小美 是跟踪自己来到电视台的 虽然这样说也没有错了 但是小美 当然是要装作 不认识她的样子 作为美女 就是要有美女的自觉 撒个娇 卖个萌 进军娱乐圈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在铁牛的安排下 阿花成功出道 凭她的实力和外表 红透半面天 那都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 此时的她 肯定不是以阿花这个名字 出现在大众面前的 她给自己取了个一名 小美 小声说明一下 之后视频里出现的小美 值得都是阿花 大家别懵了 这天 听过整容医生的拳后 小美变得比之前更加的自信 只是这份自信 看起来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 甚至让铁牛有些反感 唱歌就好好唱歌嘛 搔手弄姿是怎么回事了 为了让小美唱歌时 更有感情一些 铁牛拿出了之前的一些视频 其中就有以前的阿花 铁牛告诉小美 阿花在她的心中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如果没有阿花 那就没有小美现在的位置 听完这话之后 小美决定要和铁牛告白 玉莲听完后 劝她别那么冲动 装了这么久 也不急这一会儿 更何况 男人都是嘴上说的不介意 自己的女朋友整容 但实际上比谁都要介意 玉莲讽刺完 就轮到阿花上场了 别听听说我谈恋爱的事情了 你自己遇到个推销东西的骗子 还不自知 到时候分手了 哭不死你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人前留一面 日后好相见 这两人直接吵出了老死不想往来的气势 玉莲走后 不信邪的小美 偏要问铁牛 关于整容的问题 谁知 铁牛的答案 竟和之前玉莲说的一字不差 也就是说 她很介意自己的女朋友整容 看来 小美是没什么希望了 还是放弃吧 时间到了小美第一次登台的那天 就在她要上台的前一刻 她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工作和自杀的好友相比 当然是好友更重要一些 玉莲现在碰到的事情 就和小美的初恋一样 她遇到了一个为了卖东西 而和自己在一起的男人 一个家用三温暖 几乎花光了玉莲的钱 加上被渣男甩 这才会选择自杀的 虽说玉莲已经被抢救回来 现在好好的躺在床上 但是那不代表小美 可以原谅那个甩掉玉莲的臭男人 铁牛看到玉莲没事后 立马将小美拉回了舞台 小美参加的是一个拼盘演唱会 现场的观众 全部都是别家的粉丝 无人认识小透明小美 黄金泽原理只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小美开口的一瞬间 立马穿粉无数 一夜爆红之后 小美的歌声几乎征服了所有人 其中也包括铁牛 尴尬的是 小美这从头到脚都是假的 摸凶不自然 接吻怕鼻歪 那还能怎么办呢 小美看着铁牛近在咫尺的脸 突然想起了自己拿手的调情方式 这个调情方式 就是隔着玻璃 来一通让人喧喧的电话 小美睡着后 铁牛心满意足地坐在椅子上休息 无意中 她看见了小美随手在玻璃上留下的符号 这个符号立马让她想起了阿花 果然 阿花的简历上 画着和小美一样的符号 一瞬间 她想起了之前所有不对劲的地方 怪不得自己会觉得 小美的拥抱会如此熟悉 一时间铁牛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小美醒来后 铁牛只让她将昨晚的事情忘记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这时候 娜娜将小美那精神有些问题的父亲 带到她的面前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身份 小美将父亲推开 其实她的内心也很痛苦 毕竟自己和父亲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她不知道的是 她已经没有装下去的必要了 因为铁牛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 当铁牛一脸冷漠 主动说出她的真名时 小美懵圈了 原来自己的身份早已暴露 之前的一切 而且在真相面前都显得有些可笑 美貌时 铁牛主动和她接触 但一旦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就开始远离她 这样看中外貌的男人 还有什么喜欢的必要呢 次日 小美的真实身份和以前当替身的事情 被人举报揭发 但在铁牛的见识下 小美还是登台 可她始终跨不过自己心中的那道坎 她无法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然后以小美的身份登台 于是 小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替身和整容的事情 铁牛在合适的时候 将阿花唱歌的视频放映在身后的大屏幕上 一个是胖胖的阿花 一个是完美的小美 这样特殊的同框画面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是一件如此勇敢的事情 大家都愿意接受这样努力的阿花 也愿意为她呐喊加油 这场演唱会过后 阿花比之前更红 专辑一抢而空 代言接到手软 阿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妄想 至于铁牛呢 阿花还是选择亮着她 谁知道她现在喜欢的是自己这个人 还是她的外表呢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师妹只想对铁牛说一句话 乐器一时爽 追气火葬场 活该 一个人的优秀与否 并不能仅凭她的外表判定 而她的外表也不该成为其他人的笑柄 但影片有的地方也没有说错 长相优越的人 确实在生活中会受到优待 举个例子来说 当你在大街上遇到抢劫事件的时候 抢劫犯是一个长相绝美的人 而被抢的人是一个长相丑陋的人 这时候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站在抢劫犯的那一边 因为第一印象 真的很容易让人判断失误 不过话又说回来 长相依旧不能成为 我们判定一个人的标准 随意评价一个人 那是不对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一点小铃铛哦 拜拜